大家好 这两天入手了一颗仙岩球 城堡山 这个城堡山看起来比较漂亮 而且它比较精美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给它上盆 还有上盆前的一些技巧 这颗城堡山买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晾过根的 但是没有修过根 那么我们一般给这一种 仙岩球类的植物上盆之前 一定要给它修根 把一些毛细根给它修掉 只保留一些组根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毛细根经过晾根之后 它已经是枯萎的 直接把它修剪干净 保留几条组根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修剪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配涂 我给它配涂的话 就比较简单一点 直接用这种多肉专用涂 因为这种是经过调配好的 这种调配好的多肉专用涂 我们就比较省心 不是要自己配 我们只需要在上盆之前 给它加入一点控饰肥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加控饰肥的话 最好是选一些假元素偏高一点的 因为这种仙岩球类的植物 是要的假元素非常多 如果假元素不充足的话 是会影响到它的生长的 而且我选用的是这种红桃盆 这种它比较透水 比较透气 底部加入透水层 用的是这个桃粒 这样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我们上盆之前 要注意一下它的根 一定要把它的根 给它放随直 然后再从旁边加入植料 这样的话它的根就不会搅在一起 我们最好上盆的时候 把这些土壤给打湿 给它浇点水 让这个土壤有点微微的湿润 我们给它上盆后 就不需要浇定根水了 像我这种的话 它是干的 我们给它上完盆之后 就必须给它浇定根水 所以这也是上盆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给刚刚上好盆的这个城堡山 要定根水的话 如果有这种杀菌药 带生猛性 最好是对点杀菌药 给它一起浇灌 避免它的根系 就像细菌的感染 那么接下来 就是把它放到通风一两的地方 先给它缓上十天的苗 然后再给它增加光照 好了 这就是给城堡山 上盆前需要做好的一些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